详应国际人权日太极门气功养生学会 日前是在花联举行活出心中的太极新书发表会计论坛 那么书中是收录了55位太极人的人生故事 并呼吁政府要落实国际人权两公约 来保障人民医用的这个基本人权 由太极门气功养生学会收录55位太极人的人生故事 集结推出活出心中的太极 日前在花联举行新书发表纪论坛 从55位太极门弟子生命故事的轨迹 持盼鼓励读者找到属于自己翻转人生的秘诀 并邀请书中作者之一 分享如何从愿对烦恼的人 准变为秉持真诚善念的好人员 转好心就会练好气 好气就会转好运 那你就气旺才就旺 所以说那我相信 你既然气旺才就自然而来 你就会财源滚轮 至今到今年也刚好55年 所以呢我们就收入了 精选了太极门弟子的 好心得更过55篇 然后收入在这本书里面 名称叫做活出心中的太极 那这本书里面呢 这55篇呢 我们把它分成人生4个阶段 那其实这个是根据心理学家 Erikson的理论 他把人生分为8个阶段 那我们把它浓缩成为4个阶段 那4个阶段就是儿童少年4个阶段 然后带来青年 带来成 带来中年 带来有老年 那我们到现场最后 现在是属于在哪个阶段里面 那其实这4个阶段就像 就像四季一样 人生就像四季一样 活出心中的太极 在今年9月底推出 就登上伯克莱网络书店 中文新书畅销榜 心理励志类第一名 另外当天也邀请专家学者 参与联合国人权日论坛 呼吁政府落实国际人权两公约 官员应以良心护卫人权 不要再有法税冤案 成为一个重视人权的民主国家 接着华林时报导